刚刚翠儿一走啊,走到这个顶啊 就是你看,这个就是刚才那个Kanella 我刚刚讲错那个不是那个Hudson River Cross的桥 等一下你会看到那个桥 你看这个就是Kanella这样出来 刚才那个小船出来以后 它就开始往前走就可以走到这个 又等一下右边你看就是 你看这边它就慢慢的走啊 走走走走 你看右边,那个是Hudson River 为什么呢? 因为Hudson River是从南,从往南向的走 然后它从北边的时候是很满高的水位很高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如果我们从南边,从那个纽约那边 要往这个北边走的时候 从低的地方怎么往高的地方走呢 那个船没有办法流动 所以它必须要用Kanella这样 用那个Lock,一个一个Lock 让它这样升高水位,升高水位 它才能够往,等于是往上游走 这有点像就是像那个,那个什么Fish啊 它能跳那Fishy Ladder一样 它往上走,它是往上走 所以比较吧,Lock住 你看这边,我们刚刚走走到这边 那边最后面那个 那个才是Hudson River Cross的最狭窄的一个桥 Hudson River,你看这个水势多么的汹涌 你看那么大,这么汹涌的水啊 所以它这个五月初应该要开放的Kanella 它也是迟到了两三个礼拜才开 因为水势太大 如果那边的船开过来以后 可能这边太汹涌了 它们开启小船会危险 所以它们从那边出来 像我守的左边 然后走到这边就融合住了Hudson River Hudson River现在的水量是多么的大 你看我们刚才在走 你再来看看 那水势好凶,凶猛喔,好大喔 但是它是往南接手的时候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然后它这个小船是从后面的方向 要往回头走 所以它才要用大船去 我想到了江水是要向南走 江水向东流那个地方 现在加拿大那也是水势 也这么样的猛烈 你看那边也有桥 真的是好棒喔 看到是有品色 这水势好激 按下来就像啦 嗯 我看那个水势也一样 看它这么大的水 也让它从来支出 蛮恐怖的 也太恐怖了 嗯 这个水势好 很重 您快速